宇宙诸神与人第三章 人间烟火四 作者让皮埃尔维尔南 译者马向民 朗读者蓝珊 奇女子潘多拉 心急的读者可能会以为神与人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还没有呢 这出戏的第三幕才刚刚开始 现在人类已经步入文明时代了 因为普罗米修斯已把一切记忆都传给了他们 在此之前 人就像住在洞穴里的蚂蚁一样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生命毫无意义 不知为何而活 拜普罗米修斯所赐 人开始成为有文明的生灵 从此有别于其他动物 也与神指有所不同 但宙斯与普罗米修斯之间的斗志还没有结束 宙斯藏起了火 但普罗米修斯还是从他那偷走了 宙斯藏起了脉 但人类还是靠工作得到了粮食 尽管偷走的并非永恒之火 尽管工作使人劳累受苦 但宙斯却认为对手的失败还不够彻底 忽然宙斯一想到一个点子而大笑起来 他决定再给对手一次痛击 第三幕正式开始 宙斯一声令下 招来了贺怀斯托斯 雅典娜 阿富洛迪特 还有其他一些小神 如时间之神 何赖姐妹 他命令手艺精湛的工匠之神 贺怀斯托斯用黏土与水 做出一个女人 不应该说是年轻代驾少女的塑像 贺怀斯托斯凭着他的鬼斧神功 捏出一个线条优美的少女 接着就轮到赫尔莫斯上场 他赋予着人像体力与身影 以及一些稍后会谈到的重要特征 最后宙斯再叫雅典娜 与阿富洛迪特 去装扮这个女性动体 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 佩戴珠宝花冠 使他更加耀眼动人 雅典娜给了他一件最美的衣服 柔美而光彩奕奕 其光泽与之前我们提到的 令诸神食指大动的闪亮牛油相比 也毫不逊色 贺怀斯托斯则在他的头上 加上一顶冠冕 从中拖曳出一道白沙 这顶冠冕上 刻有飞鸟 鱿鱼 狮虎走兽等各种动物 使少女的前额散发出生命的活力 装扮好的少女 光彩夺目 明艳照人 让人一见钟情 世界上第一个女人 就这样出现在诸神与众人的面前 这个塑像并不是依照女性形象捏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女人 当然 她也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女性 因为世界上早就有女神存在了 这人像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 也就是女人的原型 是依照不朽的女神的形象塑造出来的 诸神用泥土与水雕塑她 赋予她人的力量及声音 但赫尔莫斯又在她的嘴里放进谎言 并赋予她如恶犬般贪婪好吃与偷窃的品性 这人像 这世界上第一个女人 所有女人的祖先 跟我们前面谈到的牛骨头与回想杆一样 有个诱人上当的外表 她拥有美神般的美貌 没有人会看到她 而不感到兴奋狂喜 赫西娥德说的对 人人都为她倾倒 除了她本身的美貌 她身上披戴的宝石 冠冕 袍子 面纱 无一不散发出强烈的吸引力 她全身上下都充满迷人的魅力 令所有看到她的人为之销魂 但她的内在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她的身影 让她成为男人的朋友 伴侣 成为男人的分身 她和她终归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 女人虽然能够跟男人一样说话 但她们道出的不是真话 而是谎言 流露出的不是真情实感 而是虚情假意 我们曾谈到 黑夜女神尼克斯 生下了象征邪恶的后代 如死亡 杀害 仇恨等 但她也生下了其他东西 我们可以称之为 欺骗或诱惑的言语 爱欲的结合或温存 而同样的 阿富罗迪特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亦伴随着谎言与爱情的吸引力 最光明的与最幽暗的 至高的幸福与最灰暗的斗争 在谎言与诱惑中结合并存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 潘多拉 她如阿富罗迪特一般 散发出女神的光芒 但同时也像尼克斯的孩子一样 全身充满谎言与诱惑 宙斯创造出潘多拉 不是为了诸神 而是为了凡人 就像她从前把暴力与斗争 逐出阿林波斯 而送到人间一样 这次她也要把这美丽的女子 送给人类 普鲁米修斯眼见自己又要失败了 她知道 又有倒霉事要降临在 可怜的人类身上 普鲁米修斯的名字当中的 Pro 就是在前的意思 但她的弟 她能动竹先机 未卜先知 但她的弟弟厄比莫透斯 名字中的Epi 则是在后的意思 也就是说 厄比莫透斯总是后知后觉 被眼前的景象所蒙蔽 完全想不到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那么我们这些可怜又不幸的凡人 又如何 我们人类大概就介于 普鲁米修斯与厄比莫透斯之间吧 我们也会有先见之明 会制定计划 一先想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但却又常常事与愿违 因为事事变化出乎意料 常常令我们措手不及 由于普鲁米修斯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他特别警告 厄比莫透斯 你听着 如果哪天诸神送礼物给你 千万不要接受 立刻把他原封不动退回去 当然 厄比莫透斯发了誓 绝对不会收下神送来的任何东西 但是诸神送来的可是一个绝世美女呢 此刻 这位诸神送给人类的礼物 拥有女神般美貌的大美女潘多拉 来到厄比莫透斯家的门前 敲了敲门 厄比莫透斯一开门 见到他 立刻惊为天人 马上把眼前的美人请进了门 隔天 厄比莫透斯就与潘多拉结了婚 潘多拉就这样 加入凡间 也开启了人类一连串的不幸 原本只有男人的世界 现在加入了女人 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人类 而人类也必须靠男女的结合 才能繁衍后代 从女人被创造出来那一刻开始 人就不再是从土里面自然冒出来的了 他必须通过男女的结合 然后从女人的腹中生出 如果要让人的生命延续下去 寿命有限的男人与女人就必须结合 而这也开启了另一种不同的时间流动 为什么希腊神话说 潘多拉具有贪婪与偷窃的品性 这与之前的故事有关 那时候的人已经不再跟以前一样 能够毫不费力就享有 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活与食物 劳动已成为生活的一环 为了填饱肚皮 人必须过着劳累平庸的生活 农人在田里辛勤的灰汗耕耘 收获却少得可怜 人类永远得不到分饱 只得小心翼翼地省吃俭用 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然而潘多拉却不知节制为何物 所有女性及其后代都是如此 贪得无厌永不满足 现有的那一点点东西 对她而言是不够的 她要吃得饱吃得好 她什么都想要 这就印证了之前所说 赫尔莫斯给了潘多拉一种 如犬般的贪婪好吃的品性 这种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饮食上的 潘多拉的胃口齐佳 总是不停地在吃 时时刻刻都准备要上饭桌 或许是因为她对于古早以前 黄金时代的生活 还有些记忆吧 那时候的人住在富饶的穆克涅平原 整天无所事事 只知道吃 现在每个家庭里的女人 都像是无底洞 胃口永远不满足 永远要求更多更好的东西 照这样看来 人类跟蜜蜂其实挺相似 在每个蜂窝中 总有一群辛勤劳动的公蜂 一大早就在田野间飞来飞去 然后停在花朵上采集花蜜 再把花蜜带回蜂窝 但蜂窝里的女王蜂 从来不离开蜂窝半步 却把公蜂辛苦采回来的花蜜 吃个精光 而且还不满足 人的家庭生活也是这样 男人在田里灰汗工作 心情耕耘灌溉 最后再收割古物 但家里的女人 却跟女王蜂一样 把一切收获 吃个精光 女人不只会吃光粮食 同时也是引诱男人的高手 但女人真正想要的不是男人 而是男人所拥有的骨仓 借着勾魂射破的媚态 甜言蜜语的骗术 倾国倾城的笑容 以及那借用墨西俄德的话 摇曳生姿的臀部 女人使出浑身解数 来魅惑年轻的单身男子 但实际上 她所觊觎的 只是她家的骨仓 而所有的男人 就像厄比莫头斯一样 一看到女人美丽的外表 就被迷得失魂落魄 心甘情愿 败倒在石榴裙下 女人的口腹之欲无法满足 当然令男人的身体健康 日益销损 因为他们带回家的粮食 永远不够 不仅如此 女人的性欲也很惊人 阿加门农的妻子 克里·泰尼斯特拉 或是其他欺瞒丈夫的 有名女人 虽然都不忘如犬般 发挥看家本领 但这如犬般的品性 也是听从性欲行事的 照希腊人的说法 即使是最好 最了不起的女人 由于他们的祖先潘多拉 是用水与黏土捏成的 所以他们身上 必定或多或少带有水性 相反的 男人的性格 则是干燥炽热带火性 在某些季节 尤其是在今天所谓的大狗天 也就是每年七月中到八月中 当黎明时分 大犬星座的天狼星 依稀可见的这一段时间 天气也热得格外难受 由于男人原本是火性的 他们在这一期间 特别容易感到疲累 日日苦不堪言 相反的 女人因着他们的水性 反而更为活跃 他们要求丈夫 为家里的一切 努力打拼 即使他们一类的精疲力竭 那么偷窃的品性 值得又是什么 普罗米修斯曾经借助诡计使诈 从宙斯那儿成功偷走火种 宙斯为展开反制 送潘多拉来到世间 以女人来象征盗火者 用女人来扰乱男人的心 其实女人或妻子 就是一天接着一天 不断燃烧丈夫的火 让男人在年纪还很轻的时候 就老太隆中游进灯窟 潘多拉就是宙斯在人间所放的火 有了她 宙斯连火苗都不用点 就能将所有男人烧尽 以偷还偷 这就是宙斯为火种被盗之仇 所做的报复 在此情景下 人类该怎么办呢 如果女人真的只是盯着 骨仓不放的恶犬 是丈夫提前衰老的祸水 男人自然要使婚姻 如毒蛇猛兽 避之微恐不及 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内外矛盾的情形 女人的食欲与性欲 就像是个永不饱足的大肚子 永远填不满的胃 光就这点来看 他们表现的其实是人性中动物的那一面 作为一个肚子 本就是要吃掉丈夫心情工作 所获得的一切 这是我们想起普罗米修斯的分配 当他把肥美的肉 藏在牛肚底下留给人类时 他不确定这样做 是否万无一失 这回也是一样 聪明反被聪明误 普罗米修斯竟然中了自己设下的圈套 男人的两难抉择就此出现 如果结婚 那他八成要生活在地狱里 除非碰巧娶了个好妻子 但这种女人少之又少 婚姻生活就像地狱 给已经够悲惨的人生 带来更多悲惨 反过来说 如果男人不结婚 也许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还能保有一切 不用担心会缺少什么 但人总是要死的 辛苦一辈子所获得的财产 死后又要传给谁呢 她的财产将会被一堆 没有感情的远房亲戚给瓜分 结婚是场灾难 不结婚又是另一场灾难 女人的意义是双重的 她既是吞食一切的大肚子 把男人辛勤劳苦 流血流汗所收获的一切 吃个精光 但也是这个肚子生出的孩子 让男人的生命延续下去 女人的角色就是如此矛盾 她一方面是人类世界中的 黑暗女神 具有消耗一切的力量 但她也具有阿弗洛迪特的特质 给人间带来新生命 毁灭性的贪欲 与生育的能力巧妙地集合在妻子身上 这似乎就总结了人生的一切矛盾 女人就像是火 是人类的象征 因为只有人类才会结婚 婚姻使人有别于动物 动物间的雌雄交配 就如同摄食 都只是出于本能 而不具有婚姻的形式 换句话说 女人的出现 让人开始过上有文化的生活 再说 女人是依照女神的样子塑造的 当我们看女人时 我们等于看见了 阿弗洛迪特 赫拉与亚典娜 爱神与黑暗女神的美 诱惑与魅力 通过女人而显现于人间 女人身上融合了神性 与人类生活中兽性的一面 在神性与兽性之间游移 这就是人性